大家好,我叫Brandon Cruz,我是提供者时间记录项目的项目总监 这个月的视频,我会给你们PTC项目最新的信息 和我们正在研究的解决方案以符合联邦政府的要求 同时提供时间记录过程的效率 我们正在研究的解决方案称为ORPTC-DCI 代表岸绿江州提供者时间记录 创新的直接护理如何使用它来记录时间的方法有很多 最常用的选择你可以用的是ORPTC-DCI流动应用程式 提供者可以下载这个流动程式去他们的智能手机和其他的设备上 你查看他们正如的时间记录他们工作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你还可以使用ORPTC-DCI有线电话这个选择 如果你没有智能设备或者互联网 是与消费者一起使用家里的有线电话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ORPTC-DCI FOB 这是一个小型的设备类似锁石球消费者随身攜带 它在提供者工作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会显示一个代码 这个代码会输入ORPTC-DCI门户网站中以记录工作的时间 在今年的夏天家庭护理员HCW 个人护理员PCA和他们的消费者将全部不再使用止质的彭证 会开始使用其中一种的电子方式去记录他们的时间 纸质的彭证已经使用了35年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这个原因我们的项目团队会陪着你走每一步 我们还会和河勒江州家庭护理委员会 SCIU、ACUMEN和全州的各种提供者 消费者和员工合作 以确保我们听到受这个变化影响的每个人的声音 到今年夏天马上要开始的时候 我们将在全州范围内提供培训和支持的选择 请留意最新的消息 如果你有兴趣知道更多这项目的更多讯息 请去ptc网站ptc.oregon.gov 如果你对ptc项目团队有任何问题或者建议 可以随时发电子邮件到ptcproject.info at dhsoha.state.or.us 多谢 这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